上次你们团队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机会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想这个 来发表我们的意见 我想安全各种 风雨碗转搭到你家 不用我多去 我想评委都会帮我们注意这些安全问题 技术问题 这我不多多 我以一个在地人的立场来讲这个 今天11根柱子在我家立出来了 一个站半的站长在我家 请问各位你们有帮我们做了什么吗 然后我这边要说 立山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公司 我为什么告密他 我去陈琴叔 我是有专业要教我 我告诉我陈琴叔没关系 你来我来做第一百人做旅会 和立民怎样会怎么试试 还是他来说 说了有女士跟他要了一个开会记录 他完全都不给我 结果今天附在你们各位的那个会议记录上面 这个会议记录怎么写的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过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公司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公司 然后女士有专业要有没有诚信的 他一直都不给我 那我再来说他们不用信的一个公司 我以西藏人来说 今天停管处在这里 他说停车庭已经没问题了 停管处你告诉他 我们花旗的那个立体这种怎么筛访 你也被我求你过好几次 怎么筛访 事实上杨宁山 我要说要改革杨宁山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 今天他第一队 我今天有出面纪录赛 今天他讲说最大的目标一个是解决山上的交通问题 我告诉你不用这么困难也不要花这么多钱 如果真的是只有这个目标 只要把周边的道路做好 还有交通停车的问题做好事 我相信杨宁山没有停车的问题 杨宁山现在已经没遇到的公平了 现在除了花旗有人 其他时候都是稀稀落落 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 今天如果说我们是一届小民 公共闻人一定要做这个案子 我想我们一届小民无可奈何 但请各位各位评审委员 还有各位各位在学人 请你们给我一个保证 万一因为这个纜车后面出来起来 我让我把我的理由 我把我理由 我没有一向都向他通知 边有头再有嘴 今天如果因为揽车 我们到出台事了 我最重要 我可以找上一人 这一点我这边 可请各位一定要给我一个 书面的一个资料 让我叼你 我给你站直播 这位国众接着 来 来 来 就算了